亲爱的朋友们注意啦 要是孩子想吃鱼丸 可别再出去买那种冷冻的了 今天就把做丸子12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自己亲手做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比外面买的更放心 而且做法一点都不难 看一眼就能够学会 首先我们做鱼丸的时候 如果想图个省事又怕鱼刺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巴鲨鱼来做就可以了 这种鱼是没有鱼刺的 孩子试着也更放心 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还特别的高 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巴鲨鱼解冻之后 我们先给它清洗干净 再给它切成小块一点 我这里准备了三斤的鱼肉 大概能做70个鱼碗左右 这切好的鱼块呢 我们分几次放进绞肉机里面 搅打成这种非常细腻的肉泥 然后装进大碗里面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准备点配菜 我这里用到的是铁棍山药和胡萝卜 胡萝卜里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山药也含有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这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口感吃起来清爽 颜色搭配起来也好看 先把皮给它削了 如果有对山药过敏怕羊的朋友 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 那样就不会痒了 要是万一不小心手弄到粘液很痒的话 咱们就可以用白醋或者生姜汁来泡一泡 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 下次你们也可以试一试 这削好皮的山药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 和胡萝卜一起放进绞肉机里面 打成细腻的糊状 再把它全部倒进鱼肉里面 加葱花 食盐 一点胡椒粉 再打上三个鸡蛋 一勺白糖 一勺蚝油提鲜 接着我们只需要朝着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均匀 加二嘛 我每天都在用新的叫做菜 您就给个小红鲜呀 鼓励一下我吧 非常感谢 刚开始搅拌会比较稀 但是搅个五六分钟以后啊 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粘稠 越来越上劲哦 搅成像这样的状态就差不多啦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判断它成功还是没成功呢 我们可以在旁边啊 准备一盆清水 然后抠几个丸子扔进去 如果能浮起来 那就说明咱们已经成功一半啦 然后就放进温水里面 开始煮丸子了 煮的过程当中呢 火力一定要控制在中小火 用小火给它慢慢的煮 千万别让水烧开 在煮的过程当中呢 还要给它轻轻的拨动翻面 要是能明显看到丸子变大了 就说明啊 这里面已经熟透了 再把它捞出来过一遍冰水 那样吃起来的口感 会更加Q弹有嚼劲哦 我们掰开看一下 你看是不是特别的紧实 而且细腻又筋道 让我来尝一尝 嗯 特别的Q弹 跟外面买的一样好吃 等它冷却后 就可以装进袋子里面 放冰箱冷冻保存 随吃随取 特别的方便 这样做出来的鱼丸啊 又滑又嫩 而且特别的有营养 平时做给小孩子当零食吃啊 再适合不过啦 关键是自己做的 还没有任何的添加 孩子吃着也更放心 要是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话 可以去评论区里面留言哦 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 最后啊 别忘了点个赞 加个关注